那YouTuber的大蛇丸9月11日宣布 终于摆脱了31年的单身生活 他也公开与女友的合照 受到粉丝热情的祝福 而他热爱将近一个月 昨天更是大晒了小两口的合照来放闪 而可以看到呢 他们穿的是同款的情侣衣 这也是他热爱之后首度颇文放闪 大蛇丸发文出来就是玩爆 同时晒出了5张合照 照片中大蛇丸与女友站在床边与落地窗之间 他开心的面对镜头微笑 一手搂女友入怀 还有一张照片是两个人背对镜头 站在一起并牵着手 他对着女友张大嘴 两个人都穿着同品牌的游戏王联名款 就是两个人的情侣衣 而网友也纷纷留言祝两人幸福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一位是迪鹰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他过去话题不断引起外界的讨论 不过呢他的父母是一路相挺 而孙安佐在最新影片当中是感性的对爸妈告白 并且谢谢父母的爱 最后还拥抱了爸爸孙鹏 让网友直呼说他是越来越懂事了 孙安佐在社群公开影片强调自己长大了 提到迪鹰为他杠上孙明 他说父母就是比较担心他吧 对他不管是好的坏的留言 他们都会很在意 他们身为父母就会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他 不过希望他可以感受到不要那么的糟糕 历经许多的风波 孙安佐有感的说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当爸妈 我也是第一次当他们的儿子 我年纪越来越大 处理的方式不一定会像他们所想的方式一样去进行 当下我可能会有一点感受不好 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事后就觉得没办法 这就是爱呀 家人的爱就是这个样子 影片最后他还拥抱了孙鹏 让网友欣慰表示 越来越懂事了 再来看到前民进党立委赵天林 他在去年的立委选举前被爆出与中国籍女子的亲密合照 让他的爱家形象受损 最终是宣布退出选举 终结了他12年的立委生涯 而他在昨日呢也接受了前总统陈水扁的专访 他表示说这件事情的爆发其实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不管是谁害的他其实大约都知道了 赵天林接受前总统陈水扁专访 他第一次在媒体谈论绯闻事件 这件事是十几年前不应该发生的插曲 只是风花雪月 而陈水扁提问 去年亲密照流出 有人质疑是否有政治动机 赵天林感叹 过去一年这个问题 他在心里想过超过一万遍 也有跟总统报告 心里当然也已经有一些答案 但是不想要再去想那些 因为没有犯错怎么会被人害 所以不管是谁害的 他大约都差不多知道了 好接着呢 再来关心到的是 驻泰国前代表庄硕汉 他在2023年就职后 不到一年就传出性骚丑闻 遭到解职 监察院调查报告指出 庄硕汉他在车内握住女秘书的手20分钟 而且还说他很可爱 甚至还邀他到房间 遭到监察院移送惩戒法院 法官审理之后是判他撤职 并且停止任用两年 并罚款新台币30万元 可以上诉 监察院谈何案文指出 庄硕汉身为机关高级主管 以及驻外人员 代表国家应该严守行政伦理 谨慎端正言行举止 避免男女同仁共处 触碰到对方身体部位 以庄重公务形象 但是庄硕汉竟然未能严守分纪 对女部署的行为有失检讨 造成女性同仁身心受创 损及人格尊严 强害政府机关形象 为师情节重大 时不容姑息 因此予以谈何 并且移送惩戒法院审理 法官审理之后 一审认定庄硕汉有惩戒必要 判撤职并且停止任用两年 并罚款新台币30万元 全案可以上诉